- 大家早安,哇,大家都好精神喔,早餐吃很飽 - 大家好,今天就跟大家介紹了一些就是能為療癒的目前的研究跟發展的改款 - 剛才阿牧有介紹過,我之前在花蓮登場的改良課三年半,現在去宜蘭也是三年半 - 還有三年,我做的研究部分主要有原生的野花還有野菜的營養分析 - 生草的品系的蒐集跟選育種 - 現在這兩三年就有在做農業療癒的三星體效育的評估的研究 - 這是我的內容大綱,可能跟獎益有些不一樣 - 因為我就加三過程有在台本過獎益 - 之前宜蘭班,我是把本場的研究放在最後面講 - 先講起源,然後再講歷史 - 發現我後面會來不及講 - 所以我是會先把我們研究放前面一點 - 把起源歷史那些故事先放比較後面 - 還有心靈效育程度對大家來講可能也會比較堅塞一點點 - 所以這個也放比較後面 - 所以就是選擇的內容有在調整 - 什麼聲音? - 大家講還滿熱的,因為這詞好像大家比較... - 因為這幾年可能蠻常備略的,因為這詞還蠻常備略的 - 大家說像森林遊樂的方面 - 最近有大家講那個,原上的老三年有在投森林療癒 - 可能之後森林遊樂也會有森林遊療癒師來帶領大家做療癒的活動 - 所以農業的大含農林秘密,就算是森林、森林療癒 - 還有以前大家比較常聽到原語治療 - 還有說香草、藥草、大酸療法 - 這些區分可以涵蓋在農業表育的部分 - 包含食農教育 - 其實讓人說農業表育是老團團的食量教育 - 其實農業表育的試用範圍不一定是帶領者 - 但是大家都可以成年、小朋友 - 健康、健康的人都是可以適用的 - 首先限定一下原藝治療 - 只要透過一些植物或原藝活動 - 讓人的身心健康有覺得很不錯 - 也會有福祉的過程 - 都可以成為是管醫的原藝治療 - 當然美國他們有原藝治療師 - 需要經過一些認證的原藝治療師 - 他們比較特別是把他真的當作一個治療方式 - 可能在醫院裡面的一個也是有特定的病人 - 然後他得達到特定的醫療的目的 - 然後有原藝治療師 - 跟醫師、控理師一起引導 - 然後這個過程他們才教了原藝治療 - 然後比較狹義就是有專門的人才做原藝治療 - 就比較狹義的啦 - 當然這樣也是擺放原藝治療師的工作機會 - 然後另外生理療癒的部分 - 就是台大生理院校園老師 - 我們去聯邀邀請他來 - 今天他就比較忙沒有空 - 說有林佳銘他們那個協會的理事長 - 回來應該是下午的課 - 會來跟大家 - 昨天嗎? - 跟醫藍的課程不太一樣 - 他就來介紹他們在 - 其實生理游樂區做的一些經驗這樣子 - 然後再講其實相關研究的部分 - 其實這個研究還蠻有名 - 大家有上過了嗎? - 講過了齁 - 就是有看窗景的人都比較多 - 用那麼多指頭的記憶 - 所以是住房就有有佈的房間都特別過 - 有海景有山景的 - 景觀很好的房間都特別過 - 也是一個原因 - 因為他真的對人的身心放鬆 - 是真的有顯著的效果 - 因為止痛啊什麼 - 都是有正面的效果 - 那這一個呢? - 這一個也是蠻有我們的研究 - 就是綠地化跟死亡率的一個關係 - 這個實驗的樣本數蠻多 - 也是千萬筆的樣本數 - 有嗎? - 我老師有講過嗎? - 因為有名的研究常常就大家都會引用在講 - 有嗎? - 那我都簡單代過 - 就是說 - 它一旦有害害的原生群啊 - 跟著中高低收入 - 但高收入它可以享有比較好的 - 尤其國外醫療很貴 - 他們高收入也可以享有比較好的醫療 - 所以他們的死亡率可能沒有跟環境有那麼大的關係 - 可是在中低收入,他們生活周圍的陸地越高 - 他的死亡率就會越低 - 這個是去英國的研究 - 也是一個學者 - 他就引力了 - 看了非常多的文憲 - 他要歸納一些對自然健康對人類有好處的 - 他分成二十大象 - 當然包括壓力減輕啊 - 更好的睡眠啊 - 降低憂鬱啊 - 還有現在小朋友很多這個ADHD - 就注意力不足 - 都過動耳啊 - 其實現在中小學學生這樣的比例 - 但是以前被發現 - 還是現在這個環境的關係 - 這個比例是蠻高的 - 所以就多接觸自然 - 多接觸脂肪 - 也會有降低這個ADHD的一個症狀的效果 - 當然有改善一些 - 像心理的疾病 - 確定免疫健康的 - 這些都是有文獻研究 - 然後歸納的一個結果 - 然後改善那幾個 - 又比較是國外的一個研究 - 然後目前國內 - 在常識這方面研究 - 也有證明到的大概有就是 - 其實就目前很學業 - 開始在投入這一塊 - 因為這課程有很快 - 所以我都會反映說 - 希望我業界的來分享 - 還有我們可以請軍打農場來分享 - 軍打農場 - 因為有特殊的上氣 - 當然它也是歐洲很多的草藥 - 德國、歐洲很多都用草茶 - 他們可能輕微的感冒 - 都是用香草茶來改善就是身心的狀況 - 也不一定會看醫生 - 或者看醫生他會問你 - 你要好比較快 - 要好比較慢 - 如果沒有那麼要趕快恢復症狀 - 要工作的話 - 他們可能就是用比較緩和的方式來調整症狀 - 這樣子 - 大家把它分成警官的活動 - 聲明的三大部分 - 其實很多都是互相cover - 所以可能就是在聲明裡面 - 從事演藝活動 - 或是警官的老師 - 像惠梅老師跟詹敬任老師 - 都在排到課程 - 他們都是排到演藝在園組的老師 - 所以對警官設計方面也都蠻有研究的 - 他們也都有從事健康警官的研究 - 然後擺梁廠大概就是我們跟凱中廠吧 - 因為凱中廠以前就是這個陳彥瑞的事 - 他有在做練治療的研究 - 對 可是他已經退休了 - 所以現在可能就參加凱中廠的許家敬那個研究員那邊 - 然後這是 - 因為都有齊老師來講過 - 那我就改過 - 這是老師的 - 有用的一些量測的身心理的指標 - 當然老師有跟大家分享他 - 就是有用那個MRI - 就是一些腦固的反應 - 腦區反應的結果 - 對 還有一些警官設計上 - 其實惠梅老師那邊也歸類蠻多的 - 那老師會想說 - 那療癒於聽人的警官 - 到底要怎麼樣設計才算 - 然後他就是會符合一些 - 就是假設心理學的學說 - 來設計這樣子 - 就是 剛剛老師有講那個 - 四個注意力恢復的特質 - 有冰冷藥啊 - 內力性 - 遠離性 - 然後像榮性跟延展性 - 這個四個環境 - 注意力恢復環境的一個特質 - 對 這是比較初步的 - 這是比較細部的設計 - 就是惠梅老師那邊之前 - 就是整理的 - 當然包括一些 - 但就是看起來非常的漂亮啊 - 整潔那種 - 就會讓人家覺得 - 其實你看起來 - 就會很開心很喜歡 - 這樣子 - 就是最終就是 - 這樣子的感受 - 其實就有助於身心的一個療癒 - 對 - 然後 - 其實台中坦也有在做他們的 - 這些人的改善 - 然後非常多的人生 - 都有水井 - 就是有水的景觀 - 但是對質素的效果是最充足的 - 不管在心理方面的魅力性 - 或者是在生理方面的 - 那個降低心率的部分 - 對 - 然後這是原藝活動會用的一些 - 身心理量測的量表 - 然後活動部分 - 我覺得韓國的一個教授 - 帕克 - 他做的研究非常的 - 非常的仔細 - 所以他會把你做的 - 因為園藝活動當然也包含出的一些組合盆栽啊 - DIY啊 - 一些果醬等等活動 - 林農氏體驗其實可以做園藝活動的一個範疇 - 因為他把那些挖土啊 - 果種啊 - 還是椅子盆栽 - 這些園藝活動的過程 - 會用到哪一塊肌肉 - 他們應該是有蠻大的研究團隊 - 然後就去分析一下哪一個動作會用到哪一塊肌肉 - 所以在作為就是對一些比較像物理治療 - 或者是一些附件 - 或者重複一些動作 - 可能的動作會比較無趣一點 - 如果可以結合一些園藝活動 - 可能做一樣的動作可是比較有趣 - 也可以達到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 主要還有就是活動當量的部分 - 其實就是對老人家或對小孩、青年人 - 適合的活動可能不一定一樣 - 可能老人家就比較 - 搖看身心狀化 - 人家比年輕人還要勇 - 就可能可以比較適合中高強度 - 看身體狀化的年齡 - 可以把它分成中高強度的運動 - 身體活動力比較沒有那麼好 - 從低強度的慢慢的這樣 - 減進式的 - 就不要一次給它太強的活動量 - 對 - 啊這之前那個余嘉賓老師 - 因為台大生命的余嘉賓老師 - 他有上一個電視節目 - 就是做生命療癒前跟後 - 然後測試它的退液電粉煤的反應 - 那退液電粉煤跟我們腎上腺皮脂圈 - 就是說那個俗稱壓力和人膜兩個 - 是其實正相關的 - 所以你要取腎上腺的效素的話 - 就是不要抽血 就是比較破壞性的,比較二層時間比較久,所以一般用這個推電氛煤,就可以評估它的壓力指數,就可以看到它在活動前後可以有行墜的下降,然後就等下後面那個,評估上市那邊會再講詳細一個,如果有興趣的話,對,等下也是那個女老師那邊做出來的一個,一個數據,就是,就是說走生命地道啊, 他對負面情緒都可以有神助的下降,然後對活力是有神助的提升,在心理方面的部分,然後生理方面在心力跟血壓都是有神助的一個下降的結果,然後他還有把豬群,就是,還有把受測者分豬群,然後就覺得有憂鬱傾向的高齡母性對森林療癒的效果好像特別的好,然後就是, 就是老心力研究的結果 然後現在,呃,也有做一些森林療癒場域的一個評估的指標,之前也有想說,是,休閒農場也可以做一些評估的指標,就是,包括它的環境啊,管理狀況啊等等,都可以就,排分配比這樣子,然後這個評估這場域,是不是, 就是,是一個人生性健康人物的一個場域這樣,當然這些,呃,森林的也還在發展當中,對,然後一些規劃的指標,然後,呃,有一個已經,森林,現在有規劃一套, 就是,課程,是不是,他還沒上線程,最近會上線,他是線上的課程,還是付費的課程,然後可能就上完那一,那個,應該就是,就線上的課,可是實作課的話,就沒有辦法線上上, 因為像,如果我們要認知的課程,以後可能可以線上上,然後上完,然後再實作多少時數,然後可以達到一個認證,然後是可能以後,有點像,就像環教師的那種概念,可是,對,現在就是,有可能會操這樣子的一個發展這樣,在進行中這樣。 然後,呃,就是醫療的部分,因為會有點就是,比較涉及人體的部分嘛,當然我們是希望有醫療啊,衛福部來,來加入,會比較,就是可以發展的空間會比較大一點, 到我們能夠也不太能夠講,呃,療效啊,醫療啊,能夠癒的癒,就是,反而又要治癒的癒嘛,然後就,醫界就有意見啊,所以就改成教育的癒,對,好,像, 那個,照護,照顧農場,可能護理而已,也護理界也會有意見,後來就講照顧農場,得到很多綠色農場,照顧農場,就是我們,我們那邊可能之後就會叫,照顧農場,那邊叫照顧農場,對,所以因為有醫界的加入的話,可能會,彈性會可以大一點吧,然後這個是,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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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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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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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聊餐,然後還有烹飾抄之類的 就是一些活動 然後評測就測 他那是用一個測心力便利器 他那個是配戴在身上 然後就是整個活動過程都可以測 然後可以分析你的心臟的情況 然後他就常常帶病人去做這樣子的活動 然後之前也來我們婦禮這邊 有婦禮的 婦禮的情侶都沒有來 上次我們有去婦禮那邊 那個豐南那邊 然後請書醫師 他那時候還帶了很多PM2.5、乙醇、二氧化碳 測這個空氣指標的一個儀器去量測 醫生還蠻注重那些環境中的有害物質 就是那個 那邊是空氣非常好啦 可是因為我們是坐那個柴油車 就讓他動過的車上去 然後那個 就在後面台前面台的那個油煙 就會有點衝 所以醫生就會覺得 就有點介意那個柴油車的油煙這樣 所以 所以就是一個 藏域的那個 藏域的有害物質的 控制也是蠻重要的 對啊 醫生的碎化劑啊 那些都蠻敏感的 就是他覺得 還有餐具啊 他都覺得要用天然的素材啊 對於介紹那些大家操作的東西 像草頭寶寶那個絲襪 還有絲襪 還有絲襪和絲襪 就是會比較注重那些環境的有害物質的部分 對 可是其實 可是其實 嗯 史瓦 草頭 喔是有介紹過嗎 草頭寶寶 對對對 那個其實就是 只有 短時間的接觸人 沒有一直拿著 就在做的時候 然後也沒有吃下去 應該是還好 讓我們穿在身上一整天 也是接觸的時間更長 然後就是 就是老師那 醫生那邊有用這個 心理量測跟你的量表 主要心理部分 都是用量表來評估的 對 所以 受挫折在 就要 比較有耐心的寫那個 心理量表的部分 所以那個量表也不能用太長 當然大家 失去耐心跟那個療癒的那個效果 可能就會大打折這樣子 所以可以沒有要想知道很多很多的問題 然後什麼都想問 所以在這個 拆過的方面 都要 要有些拿捏這樣子 然後就是 十一十一的時候 他做的一些 數據 他就是 那時候是做夜叉 他有做夜叉跟胎拳 然後他 因為他們是 醫生嘛 可以量測數比較多 就非常多 就是代表心臟 還有身體狀況的一些數值 然後他最後的結論就是 這些彩化啊 夜叉 胎拳 都可以明顯降低心理 然後減少心臟的負擔 對 然後他有去 一些 森林步道啊 或者是 台北的一些公園 這樣撐他的空氣底部子 這個比龍山寺那個 鯉吧 然後 天2.5很多 那個就是 舒立斯去做的 然後發的新聞稿 然後還就 就 好 然後那新聞還蠻大草的 就是後來就 龍山寺就 漸爐嘛 就沒有那麼多爐 所以舒立斯拿那個P2點 我去那邊測 然後測完跟他說 這個空氣有多燥 對不對 然後後來才有 就是降低這個香燒香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醫生我也覺得他很不錯 他是亞東醫院精神科的陳俊林醫師 然後他 他比較 嗯 他是心理科 心理身心科的醫師 他是比較像舒立斯這樣 就是帶病人去 去做什麼做什麼的 他蠻多概念 其實還蠻不錯 他覺得 嗯 他生命去看醫生 就覺得應該要拿藥 就沒拿藥好像就沒有來看醫生 可是其實醫生病 病不是沒有病 病人是需要吃藥的 對他就 他就有家 醫生給我的處方是接觸大病人 有多少病人可以接受 對 然後說 德國人說 欸 欸 你有沒有 德國人好像說 可以 欸 那醫生開處方跟 接觸我的生命癌 一兩天一夜 這樣 然後 就好幾次 那就是 很遙遠的 努力的目標 所以 就是 然後他講一個概念 我就覺得 好好好 好特別 他就講說 我們 我們一直都是 我們改良好 就是 這幾年 還很多年的外科 有精能力 啊 生態能力 我們以前的 有沒有多久 大概三四四五十年 我們學做的那些 使用化學肥料 化學能藥的 我們現在叫他 這個 冠型能藥 然後現在又要用回 呃 比較自然天然的 一個素材的 東西 然後叫 有精能藥 那 我們 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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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概念都一直在變一直在變,所以感覺就沒有絕對的對跟錯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是慣行醫學,過個幾十年還是三百年,不知道過多久 以後可能就像我們農業這樣子又走回有機農業,所以以後會走回有機醫學呢 或者是聽那個醫生講的時候就覺得真的耶,我們都吃那個病啊、膠囊啊有對化學合成的嗎 對啊,他其實有些也是個變成環境後面,現在不是會不會是要講那個藥要回收啊,要講中間連帶啊怎麼樣 就是不能隨便亂丟,現在他很喜歡,就是那個老人這樣沒事就喜歡去醫院逛逛,他也不會必要吃啊 然後很多藥都不吃啊,就丟掉了,所以這也蠻浪費醫療資源的 對,然後現在在講蝦蝦湖內有一些很多,有沒有非常多啊,大概四個,三四個四個 這些學會學會在做那個療癒這一塊 之前最早應該是黃聖明老師吧,大家如果打原因治療或什麼的話 大概都會出現那個台灣原因輔助治療,所以會不會黃聖明老師 然後還有那個沈瑞琳老師,其實我們也都有邀請他們來,對 很,很太遠了,沈瑞琳老師在台中,只有沒有上過他的課 我是覺得這個就是,原治療老師就是,都給人家很舒服的感覺 黃聖明老師就是都,都笑笑的就是都,看到他就覺得喔,這樣的表情 然後沈瑞琳老師就是都很溫柔,然後美美的這樣子 就是,然後沈瑞琳老師也是沒有上過他 可是還有另外一個,沈瑞琳老師是,最近應該這一兩年成立的台灣演藝福祉協會 對,然後應該是俊維學長會來,欸上過了嗎? 俊維,俊維學長,就是這學會的那個,上過了嗎? 俊維學長,他也會來,對對對,他也是在做這個,他非常的會帶活動 俊維學長,其實那個,演藝活動操作對方帶領的人,其實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帶著人,有不有趣,會不會會引到,就是跟這個活動有沒有效果 大家喜不喜歡,是一個蠻關鍵的因素,對 然後,他目前就是各協會的辦課程呢,還有一些認證的部分 是比較沒有一個統一的部分,就是統一考試 就是各個學會自己辦這樣子 然後這個,台灣演藝福祉協會 他是有的健康演藝士跟演藝師,就是兩個等級的一個認證 然後這樣上課的時數會有差異這樣子 然後另外黃盛林老師,他這邊也是,也是蠻重的課程 158個小時,就是,這個內容應該是,我是沒有上課 可是,天內之前有花蓮,我請他來上課 好像是,慈激還聖揚,他是說要,可能要十個還是幾個以上 他可以邀請他過來上課這樣子 可是這些上課,嗯,對啊,費用好像不便宜 那也不要便宜,然後這樣慈濕老師都會比較便宜 另外這個,可能都要一些費用 然後另外這,省瑞典老師也是 所以我們上,去年底,去年底有那個台灣國際,國際演藝聯會 有辦一個便宜治療的一個研討會 然後就請這個省瑞典老師來上課跟辦那個葉塔的部分 對,然後這老師也寫了好幾本書 他有一個什麼綠色,綠色養生血學科 然後他有辦一個學院,然後做院長這樣子 然後也訓練很多便宜治療師 然後就剛才說的那個書醫師 他也是在強調這個自然啊,環境吃 才是根本解決,解決那個疾病啊 就是最根本的方法 他覺得那些開藥啊,他就怎麼不停的開藥 然後覺得根本就只能控制症狀 就不能從根本改善 所以他就覺得,他那些時候就覺得 就是健康的食物,可能蔬菜、水果 還有美意的景觀、花園造景 就是才是真的是讓人有身心健康的一個 一個最根本的東西 還有果樹、蔬菜、花園 A就是我們演藝系做的範圍 所以他跟我們演藝系的老師 也蠻有跟張君瑞老師啊 也跟女老師那邊也蠻有互動的 對,然後這是他的食療餐 他時候在副梨那邊,他的團隊那邊有跟給大家是食療餐 他就用紫米飯跟蔥米飯要做一個太極的形狀 他那時候有解說,解說還蠻多的 我大概只記得說就是三點鐘方向就是太陽升起 然後就是豆芽菜 然後就十二點鐘方向就是太陽很大的時候 所以就要紅的就在那邊火 在那邊紅蘿蔔這樣 然後其他也都忘記了 不然就是他有一個 然後就是通知老師就會解說這些菜啊擺盤 然後他的餐具都還蠻講究的 竹子的那個 就是他們從台北帶下來 對,然後筷子 可是我覺得這份量有點少 然後別聽到別聽幫忙消音 所以大家晚餐不能吃太多 可是這也是他設計的目的吧 然後再剛才講過就是 我孝偉老師跟瑜伽金老師 現在在推一個生命療癒部分 對,他現在在好幾個 好像滿有花蓮的這裡那個 那個婦人也有 他有來 來就評估過 又做這個生命療癒的部分 然後之後可能會有生命療癒指導員 他可能會叫生命療癒師 會療癒師來 來引導有課 就是生命療癒的部分 對,他在之前他們辦著一個活動 其實 對,還蠻貴的 當然因為你有 就是 其實聽說那個課程都是一開放的扭殺 就是非常的熱門 其實現在大家都 都很在意自己的健康 尤其現在高齡者就越來越多 所以 所以其實真的是蠻有潛力的 對 所以現在 就高齡化社會 這也有需要導入那個 就是照護C站 長照 長期照護系統 之後 需要有這種 人來帶領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好,綠色照護能長 沒有來照顧 對 所以台灣在2025年的超高齡社會 就是比高齡社會 就是好像四個還六個就會有一個老人 對,還有就是都市化的情況 現在 其實工作的機會可能就會集中 比較不要都會去 所以人口會往都會去集中 然後鄉村的人口會比較少 所以就變得都市就非常的擁擠 然後工作壓力非常的大 就是這些都市生活的人口可以到鄉村來輸壓 然後到在東鄉村的一個經濟的一個狀況這樣 還有就是現在壓力大嘛 大家工作壓力都很大 所以一些身心狀況 就是有問題的人也會增加有憂鬱症 然後痘癒症 然後痘癒症 那些肚皮的大放大 所以國外 這個在這些 吸毒的一些照護能長 他們也查會這些能勢操作的部分 對,然後 再來就講我們目前 我之前做的實驗的一個結果 對 你 好,在评论指标之后会再介绍啦 所以大家只要知道就是 对啊,有些心理指标跟生理指标 对啊,我们心理指标就用注意力恢复 跟环境偏好 还有心理情绪 跟眺望场地知觉 这些让我们有请求受策者 就是写一下厌父价值 因为厌父多少钱 然后来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然后生理的部分我们是用那个生理的阔移 两侧他的脑坡、肌电脂和心态树立的部分 然后我们第一年是坐警官 就是上警 就是让那个受策者就是坐在那个警官堂 我们是在休息门场坐 坐那个警官的评估 他就是贴上仪器 连上这些生理阔移的深色的状况 大概我们的生理阔大概就在额头、额唇跟手指 然后在黏着之前都要先去脚子 所以要先帮受策者去脚子 这样语气才会接触的比较好 对,所以在前撤就是 就是前面就很...大概花个10分钟吧 对,然后如果有上妆的女生 可能就不一定会让我们测这样子 对,然后先去脚子去完再黏着保电脚 然后再贴上这个仪器的深色 然后再请收拾的坐在这个池塘 我们坐的庭圆水晶 还有雨温警官跟刮棚 然后测他的...大概上警大概... 呃...我们是前后大概2、30分钟 然后我们取的贴塔大家会取中间断这样子 避免前后的...前面的干扰跟后面 就是你可能看太久会无聊这样子 对,然后呢...有这个限帝跟被限帝的一个实验 当然限帝就是你在那个警官的当下 可能不只是视觉 你玩的...在那边的一些声音啊 或者气候温度也都会影响到你的感受 就是我们有无感体验嘛 我们有视听处位睡午的感觉 来感知这个环境 那这五个感觉当然都会让你有一些 身心里的一些感受的一个变化 然后我们首先限帝我们 有在三副农场跟圣养农场 望山那边坐过就是庭圆水井 还有圣养是...就以前是雨温嘛 它是比较大面积的静子的水体 跟那个望山主要是南瓜挂棚 然后两侧它的一个身心里的一个变化 然后其实在心里的部分 因为我们就是...这三个都失处是农场 所以没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对照 所以就是比较难有显著... 因为有一个比较强的对比 像是都市景观或者室内景观 那种比较强的对比的话 就如果三个都很好 就很难说哪一个比较好 所以在心里的部分大概只有刮棚的延展性 可以让人有那个影响亏大的感觉 所以它在衍生性的注意力环境 会支特质是有限制的比较高 对啊 在生理的部分是... 阿法坡... 那老师有讲过脑坡 阿法坡的部分是表示人是比较放松 可是还没有进入享受 又不是那么紧绷 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比较放松 可能有注意力的一个状况 就是阿法... 所以每一般都看阿法坡比较高 是表示比较放松的 所以我们是在... 光看... 同家景观是绝闹的阿法坡会比较高 然后关上水体景观 那大面积的水体就... 就会让人就是比较放松 心里会下降 然后让... 就是跟那个... 非常多人生 有说看水 看水体 就会让人心跳不要那么快 就是心里可以放松 其实心跳数力跟交感神经跟... 是有交感神经跟附加 有可能神经感的解抗 去... 去调整那个数力的 所以... 这表示可能交感神经是比较放松的 对 然后另外我们... 就想说应该还有一个对照组 所以我们... 在非圣地试验又加了... 都市景观的部分 这样就可以比较单... 非圣地试验又用这些... 现影的照片 然后在... 在实验室办公室里面... 会议室里面两册 这样可以就比较单纯 就是视觉景观的效果 因为限定可能... 下雨天啊... 或者是... 呃... 我们那时候测出来的 非常有就是... 想要再跟大家讲... 嗯... 我们一样是测三幅的... 的那个... 庭面 还有圣阳的水... 这个雨用的那个... 旺山的刮棚 然后我们对照就用... 要去门委会开会的那个... 这个... 都市景观作为一个对照... 大家看这大面积的水体 也有蓝天白云的... 其实觉得... 感觉很不错啊 然后这是... 很绿... 有点... 有点太绿... 有点很绿的三部农场 然后这个是... 浪山的色彩 这样鲜艳的... 刮棚景观 然后这个就是... 对照就是台北的都市... 街道景观 然后能... 在心理效力的评比方面呢 就是... 在... 不管在注意力会负力啊 还是正向情绪 跟那个... 专注力部分 就是... 学生的场景观 有显著... 显著比较高 然后... 开阔心的景观测词 也是学生的场景观 会来得比较好 然后在心理两册的部分也是... 当然也是那个... 他有提到刚才... 心... 心理的... 对于心理最低的是... 三部的那个提问景... 景观是最低的嘛 所以他很有趣 就是... 可是在心理的时候... 心理是三部的田景观... 是最高的... 然后我就觉得... 怎么会一样的景观... 然后差这么多... 然后我们就去看... 就是... 找原因嘛... 就是... 后来就想到... 三部... 它这个... 这个水池旁边... 这边就是... 鸣鸣... 鸣鸣... 就是一个小房子里面穿着鸣鸣... 然后鸣鸣就... 很吵... 鸣鸣... 所以我们就去看讨的景观能量数以外... 其他... 其他视觉外的无干体用... 其实会影响... 那个... 两侧的结果... 所以我们的话就觉得... 还是... 先单纯探讨... 就是视觉的效果... 所以我们就... 改用... 非限帝的视野... 你看那天然水景... 其实看起来... 也是非常的... 放松的... 可是... 限帝的鹦母... 可能就会让... 性力... 从... 这好像68... 然后... 变到... 780... 这样子... 然后... 呃... 就... 另外就是... 因为性能的大面积水池... 可以让... 鸡电子... 降低... 我们测... 前额月的... 鸡电子... 其实... 如果你皱眉的话... 就是... 前额月的... 鸡电子就会比较高... 因为很放松... 然后... 就是... 眉头... 非常的... 拼展的话... 鸡电子就会比较低... 然后... 有时的人就... 非常的... 眉头伸索... 就是... 随时都... 眉头伸索... 那种测起来... 鸡电子就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是用... 个人的... 前后差... 就是... 来... 来做评估... 但... 有的人就是... 不管有没有放松... 鸡电子都很高... 然后... 可能放松了... 跟... 那种放松的话... 就会比较低... 所以我们是用... 就是测的前后差异... 来做... 做... 就是... 评估这样子... 对... 然后这是... 结合结论... 然后另外... 我们除了... 我们一开始一直要... 做的就是... 社区的... 一个... 休闲... 休闲能场的... 一个... 简单的效益... 但我一觉得... 只有做三个能场... 好像... 有点少... 我就觉得应该... 就是做一些... 就... 大家比较可以通用的... 就是整个社区的警官... 然后后来就想说... 我们的移化... 是... 面积最大的... 大概就水稻嘛... 就是稻田警官... 然后另外... 然后... 月税这边... 跟宜蘭的豆山... 也蛮多... 温蛋的... 然后... 还有一些... 果树... 果树警官... 然后... 然后... 有机能力... 生态能力... 降低... 化学药基... 除草剂的实验... 所以我对照... 就用那个... 用除草剂的... 一些... 果树警官... 跟... 稻田的警官... 来做对照... 好... 另外就是... 休... 休闲能力... 就是现在... 過年的时候... 就很多花海啊... 达菲斯菊花海啊... 那个... 19... 3嘛... 对... 那有呢... 很多油菜花海... 也非常的漂亮... 就... 然后... 还有... 玉里那边的... 金针山花海... 也是... 非常吸引游客... 非常漂亮的... 一个... 景观... 然后... 就用了... 花海景观... 还有... 茶院... 因为... 现在很多茶院... 都在做... 端端休闲的部分... 都在宜蘭的中山村啊... 然后... 瑞瀉里边... 好像有... 都有一些... 在宜蘭的... 做这个... 茶院的休闲体验... 所以我们用... 就... 色彩非常鲜艳的... 花海景观... 跟... 色彩在... 淡衣... 就是绿色的茶院景观... 然后... 就是它就用... 担公司的... 室面景观... 对... 然后... 后来... 我们就... 嗯... 我们是... 一个... 一组照片... 有维章... 因为... 看一个景... 可能... 可能... 一组的景观... 大概... 这是南澳... 对... 这是南澳的... 花海景观... 然后... 这是... 玉兰茶园... 的... 呃... 不是玉兰茶园... 是玉兰那边的茶园... 就玉兰旁边的茶园... 的一个... 茶园景观... 对... 然后... 评估... 就是... 这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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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的评论... 当然... 注意力恢复... 跟... 听号... 这项情绪... 跟... 专注力... 部分... 就是... 这些都是... 呃... 在... 荒海景观... 呃... 就是... 那... 荒海景观... 就会... 神助得比较高... 对... 对... 就是... 心理效益... 评估的部分... 然后... 生理的部分... 其实... 在... 花海景观... 本来想说... 花海... 应该... 色彩... 非常鲜艳... 你看了... 会... 比较... 就... 其实... 花海景观... 就是... 会... 比较... 这样... 然后... 茶园景观... 反而... 捉弄的... 阿发坡... 会比较高... 再来... 就是... 呃... 稻田景观... 果园景观... 跟... 出草器的... 一个... 对照景观... 然后... 我们... 呃... 我们... 辖区面积... 除了... 冰糖以外... 最多的... 原蛋果园... 然后... 嗯... 对... 大概这几个... 果园的一个... 果园景观... 然后... 还用... 这是... 玉里的水稻田... 玉里那边... 长梁那里... 就非常... 面积非常大的... 水稻田... 所以... 就觉得... 跟那个... 武朗大道也... 不上... 上下... 像那个... Simer... 就非常漂亮... 对啊... 就是... 出草器... 的... 果园景观... 就对照... 你可以看到... 也是在... 心理... 心理部分... 也大部分的... 有达到一个... 神助的差异... 就在... 然后... 骗号的部分... 它对稻田的骗号性是... 比较高的... 对... 然后... 要注意力恢复... 也是... 稻田的部分... 你有比较好的... 注意力恢复的一个效果... 然后... 在正向情绪啊... 也都是... 呃... 果园跟稻田景观... 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然后... 心率... 积电子... 也都是... 就是... 大面积的一个... 稻田景观... 可以降低心率... 跟降低积电子... 在脑坡... 就... 比较没有显著的一个差异... 所以... 大概... 就是... 希望... 人可以走出... 都市... 然后... 可以用到友善的能法... 来对待环境... 然后... 对人的身心... 不只对环境有影响... 对人的身心... 也是有... 有正面的影响... 好... 那我... 这堂课... 就跟大家先学习... 谢谢... 大家... 开始上课哦... 当然... 这疗愈的课上... 三天... 真的是... 不太疗愈了... 还蛮累的... 这三天... 就让我做疗愈计划... 我自己有一点都不疗愈... 压力指数... 对啊... 这压力指数... 最高的不是我... 这样子... 大家可以试一下... 我试一下... 哦... 四十几... 所以... 就是... 但... 如果你是去... 放松的那里... 还是最大... 可是如果你是带的人... 那那个... 压力就会不太一样... 所以... 大家比较多是... 想要... 做这个的业者... 或者是... 对... 所以... 那你自己可以非常熟啊... 所以如果你要带团... 可能... 哎... 可能你自己就会不怎么的熟啊... 不怎么疗愈... 然后... 当然... 呃... 看来有... 阿江就有... 那些评测的... 仪器的部分... 然后... 后面就会... 再讲仔细一点... 然后... 刚才是讲警官的部分嘛... 第一呢... 就是... 那些... 警官... 视觉警官... 对... 人皮医生心理的一些... 印象... 然后... 再来我们就有... 测... 活动... 活动的部分... 用得那些... 心理的评估量表... 那你这量表... 都是用... 经过... 就是... 人家已经... 有性效度检测的量表... 就... 只有... 就... 比较... 就... 比较... 没有我们自己... 设计的... 因为自己是一样的... 还要经过... 什么性效度... 屏幕检测... 我们自己比较引用的... 人家已经有... 对... 然后... 不用浅的... 就下站得到... 不用浅的... 对... 然后... 生理的部分的活动... 我们有测... 血压... 血氧... 还有... 生理变异器... HRV... 然后... 这些仪器... 我们也开始让... 就是... 跟... 学校老师... 学习合作... 还有... 跟书医师... 这样... 可是后来发现... 就是... 钱开台而已... 不一定拿得到数据... 可能数据不一定会给我们... 可能要... 要发表... 或者是整理好啊... 整理可能都会... 整理好几个月... 然后... 就是会拿不到... 不一定拿得到... 所以后来... 我们就... 经常会用我们自己的... 钱... 然后去... 便利算去买这些仪器... 比较贵的... 其实是那个... 生理回扩椅... 那一台二十几万... 然后其他... 推荐的每个一台... 大概一万多块... 然后它就是... 耗材比较贵... 就你还一片... 四十... 就大概八十... 一百块... 不知道是百八十... 可是我买一百的... 就是因为它是日本的... 就是看代理商... 开的一个价格... 因为我们... 一切把压比较低... 它就会从那个... 耗材... 再... 拼... 拼分回来... 然后... 后来我们有测... 活动的部分... 就是在三副农场... 他们有做果酱DIY的活动... 就做果酱... 还蛮累的耶... 我看起来就应该很轻松... 因为它做非常的大头... 然后在果酱有糖... 不能烧焦... 所以要一直搅拌... 一直搅拌... 但是大家能不能搅拌呢... 就是... 因为没有人来接手... 就一直搅拌... 一直搅拌... 然后... 还蛮酸的... 因为很大头... 它会越来越浓稠... 然后就越来越难搅拌... 然后我们就有... 在... 活动过程的... 前后... 就是心理的... 一个量测... 量表的量测... 然后在整个活动过程... 呢... 配在那个... 呃... 就是活动式的那个... 心理... HRV... 这个量测... 这个... 就是... 它有好几代... 本来是数代式... 后来更年贴... 然后现在... 又更少的... 我们贴... 的一个... 表测的一个... 仪器... 对... 然后... 和我们前后测... 这些... 数据分析... 就是... 心理的部分... 我们是用一个... 圆域符直的一个... 量表的那个... 那个... 情绪的一个... 量表... 心理的部分... 其实在... 就是自己感觉... 就是... 心理跟生理器的... 正面的一个效果... 然后在... 负面情绪啊... 焦虑啊... 很倔... 由于困惑... 那些... 比较负面的... 心理感受... 在活动后... 都有险度的下降... 然后在... 活力的部分... 都有... 提升的... 可能是... 有人... 都有... 达到一个... 显著的一个... 差异... 然后在... 生理的部分... 就是在... 那个... 心理... 其他... 其实也有... 就是... 有一些... 可以达到选入差异... 大概就是... 心理的部分... 在心理... 部分... 在活动... 我们没有活动完... 马上... 马上... 呃... 呃... 测整个... 整个时间的嘛... 然后能够... 取那个... 取... 活动前的时间... 活动后... 就可能... 就大概... 能够忙... 后一下子的... 那个... 放松的一个效果... 哦... 哦... 我们... 果酱的部分... 是只能做一次啊... 然后... 胎权的部分... 也做了四次吧... 对... 对... 就也要看... 找不找得到... 受测者... 大家愿不愿意... 就配合... 写那么... 写那些量表的量测... 这样子... 然后每一次的data... 大概有... 三十一个以上... 对... 对... 就有... 有达到那个样本数... 对... 有些... 有些... 偏偏它的样本数... 非常的少... 那种... 有的就比较... 做直性的分析... 因为我们还是... 比较希望可以做量化... 所以我们这个实验... 蛮多的是... 这种社会科学研究... 因为我们以前... 这些实验的... 比较... 这样... 可学的比较量化... 而研究... 所以我们是希望... 也是可以达到一个... 比较... 可信的一个样本数... 跟分析的方法... 对... 所以我们... 样本数大概有... 三四个左右... 然后... 就这些... 比较数据化的... 就是统计分析... 这样子... 对... 然后... 然后... 太全的部分... 就是书医师... 也蛮常在带的一个活动... 就是用那个水开... 然后去包那个... 组合盆栽... 对... 然后他是... 呃... 在书医师的... 都他也会觉得... 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个... 那个... 太全的触感呢... 然后呢... 也... 蛮... 蛮... 我们也... 呃... 我们也做了四次嘛... 对... 然后... 那个... 在心理方面也是在... 比较... 焦虑... 愤怒... 疲倦... 对... 自己的愤怨情绪... 都有限制的下降... 就是... 活力有... 活力跟成就感... 还有跟人的互动的时候... 也是有... 比较... 正面的提升... 对... 心理... 欸... 对... 他心理的部分... 他就... 呃... 胸压... 对... 心率就有显著的下降... 然后在... 交感神经活性... 因为我们有测了那个HRV... 对... 对... 那个比较复杂... 就是... 看他交感神经的一个活性... 然后也是有达到... 就是... 交感神经比较活化... 通常就是比较... 比较... 比较紧张... 比较亢奋的一个状态... 或者心跳速度比较快... 然后那个交感神经... 比较放松... 副交感神经... 就是... 现在... 现在也蛮多人会那个... 自律神经... 对... 自律神经... 就是讲交感神经... 跟副交感神经... 对... 然后交感神经... 可以达到比较... 就是... 也比较没那么火化... 副交感神经... 比较火化... 然后达到一个... 生理放松的一个效果... 然后另外... 这个回头是... 夜踏... 夜踏... 俊文... 俊文学长也蛮... 会带这个夜踏的活动...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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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俊文学长也蛮... 俊文学长也蛮... 它是用粉石叶... 它... 就是用那个... 圆圆的石头... 然后把那个... 植物的汁液压出来... 它没有另外沾... 沾... 原料... 它就是... 把植物本身的汁液压出来... 然后看他们压好像... 很简单... 蛤... 有... 洗得掉吗... 你说这个... 它会... 有点... 比较... 合化... 可是... 一般是没有洗啊... 一般是我们用了之后... 是没有拿去洗... 我觉得... 可能... 洗不太掉... 可是颜色可能会... 比较没那么显眼... 当做好的时候... 可能比较显眼... 对... 可是我觉得... 应该没有... 很容易洗掉吧... 对... 一般这个... 他们会做那个... 筷子的... 筷子的那个泡子啊... 还是觉得... 有的就... 直接就是... 有点挂画... 之类的... 或者是... 对... 对... 哎... 那这有一条耶... 哇... 好漂亮喔... 应该... 我就忘了这五年前的... 这么久喔... 因为教育模仿... 我就不会醉醉了... 哈哈... 我一直忘记... 那就是... 五年了喔... 现在颜色都还在... 就是印在那间也不会洗掉... 我不会洗过你喔... 你有洗... 哦... 所以我是洗不掉的... 哦... 嗯... 嗯... 好多好过钱... 哈哈哈... 这也是用压的嘛... 你要用滚石... 还用敲的... 不是用压的... 鸭的嘛... 还... 你压的还蛮漂亮的... 因为我看他们压好像很简单... 其实没有人都非常的费力... 非常大力... 真的吗... 但是... 汁衣比较多的... 叶子... 嗯... 你不觉得... 汁衣... 其实要... 还蛮用力才起得出来... 哈哈... 对... 要跟他说一下... 你要非常的大力... 哈哈哈... 因为刚开始滚... 欸... 怎么什么颜色都没有... 我就看到... 又这样滚滚滚... 好像很简单... 然后滚半片都没有颜色... 然后整个人撑上去... 都要蛮用力的... 才... 没有... 很难... 哇... 这边很多就是... 前辈的... 都没有带过这个... 呵... 哦... 哦... 有这植物人吗... 哦... 那有很多大师... 哈哈哈... 嗯... 呵... 呵呵呵... 哇... 嗯... 对... 对... 对啊... 成本也很低... 那些可能都几十块... 然后... 那些很别致的产品... 所以大家里面都非常的... 不虎仓用的大师... 嗯... 嗯... 就把他压出来了... 哦... 然后共同压... 呵呵呵... 呵... 好... 哇... 可以... 哦... 用布的材质吗... 嗯... 呵呵呵... 对... 有时候会比较用棉麻材质的... 比较... 可以吸那个汁液... 对... 好像用柠檬的... 那汁液就是不是... 黑布... 啊... 黑布... 呵呵... 呵... 呵... 哦... 哇... 哇... 应该... 就是... 可以来... 教大家... 所以我不敢带... BYA活动的家... 呵呵... 我觉得来参加的... 都比我们还要厉害... 呵... 本来就只能跟大家讲... 悲怕... 这样... 因为很多学者都反映要带个活动... 我觉得大家都... 嗯... 非常有经验... 非常... 我们带可能会... 嗯... 嗯... 对... 那就是... 滚石叶塔... 就是... 就是... 老师说... 在一二二过程... 就是会按摩到我们... 直接摔向新的... 劳工学... 有那时候压的时候... 就觉得... 嗯... 非常有按摩到的效果... 要... 蛮用力的... 因为是看叶子的材质啊... 如果你叶子是比较... 比较... 比较... 格子... 比较干... 它可能会比较难压出来... 然后花... 花就很多压出来... 可是花就要很小心... 一不小心就晕开了... 对... 你看到花很漂亮... 可以压下去就整个晕开... 但没那么漂亮... 对... 我看... 蓝天竹... 压起来还蛮漂亮的... 有些新叶带有点红... 然后蜂蜜... 蜂蜜... 蜂蜜压起来也很漂亮... 蜂蜜超难压的... 就是要... 它也是比较有辣子格子的... 然后你压到叶背... 比较容易有显示... 因为它叶背的气候比较多嘛... 可是它也是... 有个就是对折... 然后正反压... 正面跟反面... 都有颜色... 就是对称... 可是颜色就是叶背比较... 比较浓... 然后叶面可能就是... 比较没那么浓... 就... 这也...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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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对... 对... 蛮需要经验... 蛮需要经验... 对啦... 虽然让它裁什么压... 比较漂亮... 不然裁那个... 大... 那个花... 让你压下去有种各种... 胡雕... 就是... 哇... 不会不会... 很谢谢你们分享... 因为... 很不介意大家... 我也... 蠻喜欢大家有... 有什么... 意见或是有什么更好的... 那个... 跟大家分享... 这样子... 对... 我也只有压... 就压过两三次吧... 就压过... 滚石跟那个... 就是张悟生老师那边... 带着他们这些... 这个圆圆的石头啊... 去滚去压... 然后可以去... 构图... 可是... 其实... 宜蘭可是腹底的轻弩... 那... 压的都... 非常的有美感... 看起来非常的粗快... 原来压起来就... 就是有蝴蝶啊... 花蝶啊... 非常的漂亮... 这样子... 然后我就压半天... 没什么颜色... 哈哈哈... 就... 要非常的用力... 然后另外... 呃... 我们去年那个... 张悟林老师那边... 哦... 他压得也好漂亮... 所以他... 他... 就不是用去买那圆圆的石头... 他用那个... 不规则的麦蛋石... 可能就去... 台东海华西边剪那个... 不规则的... 就是... 比较没有跃脚啦... 可能就是那种... 不规则... 形状的石头... 他是用敲的... 对... 对... 他直接敲... 然后他做的时候就超丑的... 等等... 可是也很疏啊... 你就可以... 用力敲都不会... 好像猪猪你太吵... 但是... 所以... 就成为了非常的素牙... 然后老师也说... 张悟林老师也... 神悟林老师也... 神悟林老师也说... 他们在... 他们有拜一些... 比较有身心大爱的... 学... 学员课程... 还有一个可能就非常的... 不动... 就是你在讲上都不理你... 然后... 教室前后跑来跑去都不理你... 然后... 然后... 他们在开始做这个... 敲... 就...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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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生命震慑出了... 我想说... 不知道咱人比他还要吵掉... 就... 就... 也开始想要试试看... 也做了蛮不错的一个作品... 所以... 这也是蛮特别的一个经验... 然后... 就是... 就是... 我们的作品... 终于... 有压出一片... 完整的月... 就是够数... 就够数... 压起来也非常的漂亮... 而且... 就是... 不同... 内月会比较绿... 然后... 比较... 比较... 然後就是用疊動花去壓,然後那個花的部分都要非常注意力高 也不能一次太大力,不然那形狀就不真的整個糊糊的這樣子 然後就是大家的桌,還有就是這個桌巾,就是三角葉西翻臉 壓起來也非常的漂亮,然後就是大家可以去採葉子 然後那時候是,因為我們是在科博館裡面的那邊上課 很多時候沒有時間,老師一採好葉子來,然後大家就是自己做這樣子 但要比較多時間的話,你自己去採,當然你要說哪時候可以採哪時候不能採 不然有種的花菜都被採光,那也不太好 然後你可以在做,你可以就邊帶導覽,邊介紹,然後邊採這樣 但最好就介紹一些野花野草啊,然後慢慢打草這樣 然後做醬醬醬啊,就安心型的做醬醬醬啊,就原地野草啊 壓起來其實形狀也蠻特別的 對呀,我們野草也有做一個,有身心理的兩側 所以在心理的部分也是,就是一些訓練情緒都做完野草 就敲那個,非常的用力,所以那玩野會覺得非常,很憤怒啊 疲倦感覺有得到一個釋放,所以都有成就一個降低的一個效果 然後在生理的部分,所以壓力指數就非常嚴重的有下降 我們趁它推電的雷,就做完野草,大家的壓力指標都有下降 所以主要在敲打,在壓那個過程都有達到一個壓力的時間 然後另外我們有做香草茶的品評活動 主要我們有用新鮮的香草跟用乾燥的一個香草 然後那時候,張立生老師要持大厚重的張橫元教授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有帶我們做某某香草茶的品評 然後老師有很多配方 他現在有在賣的就是活力茶跟樹芽茶吧 對呀,在台上的那個廠還有今天能會一會的 然後他的地方還有什麼妖獸茶啦 就是吃的可以瘦,還有什麼青春不老啊 就是有些比較有降血脂啦 或者這樣子的那個效益的茶 也有不同的配方 然後這種茶就是也是要副方 比較好去,比較好去信銷啦 對 然後在香草茶的品評前後的心理也是在認知跟自我實現可以提升到活力 就是焦慮跟體重是下降的 然後活力也是有達到一個神助的提升 然後在心率,生理的部分就比較特別 我們測入心率是有神助的下降 可是脫衣的粉膜就上升 可能是因為脫衣的粉膜是測,就是含在嘴巴 要測那麼脫衣裡面的 可是它會顏色,如果你是吃東西的顏色的話 會影響到它的測子 所以我們那時候可能就是應該要請大家先漱個口 然後休息一下再測,可能會比較準 所以這個可能要再調整 那時候有一個測出來一百多 我想說它發生什麼事了 我就會問它 所以它就含了一顆磐果在嘴巴 然後就晃晃的 所以測起來就會數字就會不準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隱形可能就是要先漱口 我把嘴巴裡面的顏色塑掉再量測 然後當然要再休息一下五到十分 那些消失也都被沖掉了這樣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 去年Open Day的時候 有做一些組合盆栽啊 還有一些沖品栽埃活動 這些我們也都有量測 可是這個只有心理量測部分 那我就沒有放上來 然後再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比較發展的歷史 大家就覺得療癒療癒 就最近很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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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東西 那這些平估的儀器都在發展中 測腦波的測心率的都在發展中 所以這個儀器是很噴 可是這個概念其實是非常早以前 應該是非常非常早以前 人們就一直這麼做 最早就是在古埃及時期 就非常早以前呢 就是有原先的記載說 醫生就鼓勵患者可以到天面上山步 就可以減輕你的疼痛 能改善身心狀況 所以其實大家 就是人們早就知道了 其實沒有儀器的評估 也可以知道就是 你就是到自然景觀 妹妹的景觀 放鬆就可以 就可以對身心有益處這樣 然後其實最早是在 有在原醫治療這一塊 最早其實是有精神病 現在叫心理學家 就是想說這些挖土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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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作息啊 別垢啊 這些比較粗重的農事猜作 是對精神病患 就是對一些心理障礙 有疾病的患者 是有改善的一個狀況 因為很多心理疾病患者 可能都會失眠啊 不好睡啊 或者是有一些患覺啊 讓他可能有一些 毛病 然後可能就可以 有注意他的睡眠 注意他的病情 然後大概有比較有那個 嗯 比較開始受到的意見注意 大概是在 大概18世紀那時候 因為美國就地很大嘛 就 所以他們很多醫院旁邊都有 複色的 那個菜園啊 牧場 然後以前可能一些 比較沒有錢的病患 他沒有錢付的醫院醫藥費啊 醫院可能就 請他移工來抵嘛 就是請他來醫院 可能跑跑腿啊 追追圓書啊 或者是菜園 或者是去內場工作 然後後來就有醫生發現 就可能類似的病狀 在分配到菜園跟內場工作的 變化好像好得特別快 所以我覺得 就是去菜園跟內場工作 是有助於他的一個 就是病情的一個恢復這樣子 對然後後來在美國在歐洲 除了西班牙都有 覺得就是 就是尤其是在精神病 就是心理疾病的部分 就有講到就是 原育工作 可以讓他 就是精神病患 有比較好的食慾 然後不要失女 可以舒緩他的精神壓力 就有助理他病情的一個改善 對然後 後來這些醫院 這些農場吧 就是原來是比較以生產食物 可能供應就是醫院的一些伙食啊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經濟收入啊 賣賣等等 然後後來就覺得這個也可以做為一個 也是也可以做為一個治療的處方 然後在英國也是有 有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讓開放農場 讓病人可以做一些 原藝活動啊 能不能試操作這樣 就是在二戰之後 跟美國的一些退役軍人的醫院 也都有設計這些原藝治療的療程啊 然後讓他們就是在 在培植物照顧植物過程 而重新建立包括心理的自信 新成就感等等 然後甚至於 我們自己還是覺得 這些原藝活動 不是只能改善他的一個病情 看他可以做一個病症的整段 看他割草啊 就是割的七八糟啊 沒有規則的啊 就可以知道他可能是 可能是什麼樣的一個心理狀況 就是在育症或是憂鬱症等等 可以做了一個整段病症的一個 就是 方式之一這樣 對 然後後來 美國就有 就有學 他們有原藝治療的祭祀 反正就學成了 然後後來就 在密西跟這位大學 就有這樣子的一個 塑士的一個 學位可以 可以 可以就讀這樣 然後在那個 美國 看薩斯 之後也有 就是大學 本來就有研究所 然後後來 看薩斯之後也有 大學的心所 可以 就是有原藝治療這部分 然後其實在歐盟國家已經發展了 嗯 也幾十年的 尤其在美國啊 歐洲 德國 這些 對於這些比較 那些輔療嘛 就比較不是正對 他們的水療啊 香草這些都 原藝治療這些都 滿有 就是 滿有發展的一個歷程 對 然後其實現在我們 東亞國家 日本韓國也做很多 韓國真的有整套的 從你出生 然後青少年 然後成年 然後到 到死 然後到懷孕的過程 都可以在他們 呃 韓國的一個生命裡 因為韓國的日文跟我們一樣 都是 三 三地很多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一個國家 所以他們對於 生命療癒啊 用治療的快 也都 都有投入滿多的 研究跟建立那些 設施 對啊 之前我們辦那個 呃 呃 就去年 Selene老師那個原藝 呃 國 ISH 就是國際原藝治療 那個 研究會 其實香港也滿熱的 香港那時候 香港原藝治療集會來了很多人 然後他們那時候也帶了一個活動 叫中止止 他那就是 呃 先 有沒有 那些東西沒有試 他一般活動時間夠的話 他會 就做再生子 他有做過再生子嗎 就先把 抱紙啊 還是什麼廢紙 先把他撕碎 所以他會有一個原因 不要心理方面的原因 到 在濕的過程 就可以輸壓 在想你不開心的事情 為什麼 他就把那個紙撕碎 撕爛他 然後 然後再把紙泡水 就做再生子 然後就是 嗯 那水還會有泡一陣子 然後就變紫漿 然後再打紫漿 他就會用很多 各種可愛的模型 比如愛心啊 新冰草等等 然後再把紫漿 放到那個模型裡面 然後就成想要的 塗到一個桌書 一千的桌子 然後再把種子 最快的就是白菜嘛 或者其他花 或是菜的種子 然後灑在那個紫漿裡面 然後讓他就變一張紫 他那邊有種子 你知道 稍微噴點水 那種子就會發芽 所以還蠻有趣啊 他當然會引導一些心理的部分 就是有點生命在生等等的一個 一個類似這樣子的一個心理引導 然後就做一個園藝的活動這樣子 也蠻有趣的 而且他那邊上面也可以加一些薰衣草顆粒 什麼 他只會香香的書籤 你可以讓他發芽 因為發芽他只會醜掉嘛 然後你可以不要讓他發芽 讓他保持乾燥 他做一個蠻漂亮的書籤 然後也有一個蠻不錯的一個產品 然後做的過程也蠻有趣的 他雖然是香港原因治療協會 他們蠻多是心理師的 他來帶領我們的一個活動 他就是整個 就時間軸的原因治療的一個發展 其實就是從古埃及到1990年之後 就是1984年剛才講的那個 就從醫院的 有可以看到樹的自然景觀 沒有樹的人看牆壁的 那個實驗開始 大概1990年開始 就當年下面有過 他非常多的一個文獻 文獻的證據 大概有20上的 就是有異於人體身心的一個 一個文獻的數據 然後時間軸 空間軸 其實現在不止歐美國家 是在我們東亞 日本韓國香港 其實大陸現在也有 也有想要發展這一塊 而且他們建制場域 聽小雅老師他們講 就是他們場域建制的 問題的部分建制得非常的快速 然後原體的部分 他們可能就還在發展中這樣 然後再來就講 有我們生心理效率的評估 嗯 這個嘛 就可能 因為有些真的是有點見捨 所以大家可以聽聽呢 如果不一定要了解 就大概知道有這個東西就可以這樣子 對當然心理的部分 就需要非常多的一些 心理學的理論的基礎 然後比較原本的可能 就能夠係數草原假說 都有聽過嘛 所以說就是人被起非洲東岸 然後那就是大面積的草原 然後可能有幾棵大樹 所以歐美很多的景觀也就是 這樣子的設計 就是大草原 然後一棵大樹 那個學校啊 就非常漂亮 可能一棵豐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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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造型的草木 所以一個植子的樹 落雨生這樣就 就很漂亮 就是一個大草原 然後就是說 因為比較平坦的大草原 就可以讓人知道 沒有野獸躲在裡面 有一個棍木蟲 或是什麼 你可能會害怕野獸 或是什麼東西 或者鴻蟲什麼 就有 有東西躲在裡面 就沒有那麼放心的感覺 就是一個大草原 然後幾棵大樹 有野獸啦 你可以看得到啊 也可以跑到樹上逃生 因為那樹是果樹 就更好了 因為你的熱量來源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就是說人的自然傾向於這種西樹草原的景觀 就是西樹草原的一個假說 所以這個景觀設計也是可以一個參考 對 然後另外很多心理假說 還有親生命假說 還有親生命假說 也是蠻 裡面就是說 欸為什麼人間是自然啊 因為植物啊 會摸摸摸動 因為小狗啊 什麼現在也有聊育犬 有醫院也有聊育犬 可能可能還會說 好像狗狗跟你迎接 你都會覺得很開心 就是接觸這些動物植物自然景觀 或什麼 可能就會覺得就是舒壓開心 就有親生命假說 就說人就是天生命的 也是從自然有花出來 所以雖然就幾十幾百年 其實我們現在可能大部分 八九層的時間 可能都在室內建築裡面 所以現在也有什麼建築病態 有什麼症候群 病態建築群 反正就是說 長時間不在在一個建築物裡面 空調系統可能會引起 身體非常多的一個股市的一個狀況 然後就多接觸自然 多接觸這些動物 就可以讓你有 就是身心比較健康 然後心理也比較滿足的一個概念 另外挑逆理論 就是這些就是比較 就是那些心理量表的一個依據的一個 心理相關的理論 然後其實用蠻多的是這個注意力恢復理論 就像你在有這個遠離性 延展性內性腔 你這四個注意力恢復的 恢復性的環境特質裡面 你的心理疲勞可以比較快速的恢復 這張俊仁老師有講過對不對 有嗎 有嗎 這個有老師講過嗎 有 有 有 因為去年就有說 你覺得這些 你這些學說假聲 就蠻多老師都有提過的 可以 如果有提過我就 有嗎 大家好像不太有印象 沒有 可能去年大家都講要講太多 其實遠離性 這個景觀是遠離你的日常生活的一個景觀 怎麼說呢 像我之前在花蓮工作 然後我們常常去農場啊 或者去哪裡 那景當然就很漂亮 都來清天白天 然後我們那裡是台11 整個海道那邊那邊 那裡也都很漂亮 然後每次我活到朋友 都覺得我上班都在玩 所以我自己也有在東北角風 風景區管理處 然後我去看工地 因為我都在工作看工地 然後照片也是藍天白雲啊 大海啊 都很漂亮 然後大家就覺得我都在玩 都沒有工作 整天都帶摩檢去 可是如果放假的時候 同學都叫我帶我 帶他去 風景區玩 那個景觀就是我日常工作的場合 所以那個景觀對我來講 就沒有冰鵝肉的效果 就沒有遠離性 這是我日常工作的場合 所以去那邊 可能同學不一樣 可能會有一點點 可是對景觀來講 那個對我來講 就是日常生活的景觀 即使他很漂亮 可是他就是沒有遠離性 沒有脫離你日常生活的一個效果 所以那個遠離性的效果 對我來講就會比較低 所以這就是遠離性的一個概念 就是可能離開你日常工作 的一個景觀 就是對你可能注意力恢復會比較好 對 然後延展性 就是時間跟空間有 真的比較難解釋 就是那個空間可以讓你有時間跟空間的衍生的一個想像 比如說 就是可能有一些懷舊的東西可以讓你回想到以前 像尤其現在高靈澤就是還蠻多是需要這些他以前熟悉的東西來刺激 然後他可能就可以想到以前的一個比如像一些植物好了 有時候有時候在練者可能可能對 可能對 豆曲胖啊 臭臭臭啊 這種欸 以前有在讓他講到這個 他們就會就會 覺得很有熟悉感 然後就可以跟你分享很多他們以前用的經驗啊 對對對 這就是可以讓他們有時間的一個延展 然後環境的延展也是那個環境可能就是 可能場域不是說欸就是一個小小的這樣可以有點 就是可以讓他追有想要探索的那種延展性 像我們測出來的刮棚那種延展性就會比較好 或者一些花園的一些古葬那種就是可以設計有延展性的一個效果 對 然後內力性 內力性比較就是就是 就是失禮了 就是覺得欸 看起來就是有沒有內力有沒有漂不漂亮 你其實不喜歡這個景觀 就是一個一般測起來都是說水景 有那個水旗啊 靜態的也好 動態的水景一般比較可以吸引人的注意力 可能那個魅力性就比較高 或者花啊 新鮮的花啊 花海這些魅力性也都是蠻高的 就是就是那種比較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 興趣 然後覺得非常漂亮的那種景觀 他的魅力性就比較高 然後相容性就還蠻就是個人特質的一個 呃這個就非常的看人 嗯 像我是比較喜歡自然比較喜歡植物 可能我到花園到那些醫學生的場 就是跟我個人特質的相容性比較 比較相符 然後就可能這個部分就比較高 可是有的人就非常討厭燒太陽 非常討厭蚊蟲 當然我也很討厭啦 可是沒有是那種完全不能到戶外 還是從事什麼農事操作 對他來講非常痛苦的那種 當然也有我們說親生命假說那些是大部分來講 可是也是有些遊客他可能一點都不喜歡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就個人特質就是講說你這個人跟這個環境 所以有些人可能就覺得到百貨公司就很舒壓 所以那可能跟他的相容性比較高 然後有些人覺得到自然情況比較舒壓 所以就非常就是個人特質的部分 就是講這個環境的相容性 這環境跟你這個人特質是相容的 對然後檢狀偏好這個就是非常的直直觀 就是偏好度高的環境對身心的恢復有較大的效益 就是很簡單講這個你就喜歡這個你就覺得很開心 來到花蓮來到東部就是很開心 那這個環境來講你的偏好度很高 那他的對身心恢復的比較高 就是非常直接可以了解的 然後另外的其實就比較見識一點 我們就跳過好了 對然後這些心理假說基礎 就有發展多很那個 先懂嗎 就有量表的部分 就我們當然就有用的那個 知覺恢復性量表 就是測這個環境的 就遠離性啊 然後延展性內力性跟下輪性 對 然後還有環境偏好 我們也都一定會測 對這個環境就對受測者來講 是喜歡的還是不喜歡的 然後一些心理狀態 情緒量表 這些都 我們也都有量測 然後另外 因為有些情緒量表 有些量表非常的長 可能有二三十體 然後那種可能很瘦瘦瘦瘦 都不一定 人家來玩 還是人家寫那麼多考卷 可能就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們就選比較短板的 然後還有這個園域符子量表 也是非常的 就是郭育仁老師 就是做的這個優衣符子量表 都非常的間接 所以我們在 就是農場實際測的情形 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場裡面自己去測 就是給我們助理 然後那時候在 三部農場測的情形 我們一開始有跟 張俊仁老師要用 學大誠醫師那邊配合 那時候還沒有買儀器的時候 然後像我們是有 就是這個 買得到的儀器 我們大概都買了 除了那台MRI 那一台兩千萬 我們都買不起 那台大概之後 海灘老師有辦法做 那一台太貴了 然後 生理的部分 大概有自己的生理指標 我覺得最容易 有顯著 然後最直觀的 大概就是心跳速率 因為他就是這樣 嗯 因為是智力神經控制的 然後神經反應是很快速的 就可以 可以馬上測出來 就是 就是容易容易顯著的差異 然後另外這個 心力變異係數 也是那個心力 然後再去用 一些軟體 然後再 這有點複雜 就是大家可以 再講仔細一點 我們大概有 測身經率 LHRB 血壓 肌墊粉 腦分 脫衣墊粉 然後血氧 沒有測 皮膚導電 跟血液沒有稍微量 沒有可以測 可是這兩個比較不容易 有血壓 血流量 可能沒有那麼快反應出來 所以我們是 之前是沒有測這兩個 對 然後 這是我們用的儀器 我們目前呢 有購買 有使用的儀器 大概就是 森林回饋 然後跟他分析完 這個HRVC 這台 森林回饋 這台 25萬 然後是 這個 攜帶式的 新電圖 這台 這個是 就是這個 HRV 它本來是 束帶 就綁在 綁在那個肋骨 肋骨上面這邊 可是束帶 就有點麻煩 就是 可能會滑掉 或大家用的時候 就 要新衣服 覺得不太好 然後後來 那個儀器的公司 因為是 蘇達成醫師 跟儀器公司 就一起 一起 開發的 然後他們就講說 要怎麼改 然後反應束帶 是後來 更黏貼的 也是黏在肋骨下面 就心臟 下面這邊 然後那時候 黏貼在這邊 也是 還要新衣服 然後就很麻煩 然後後來 就是 最輕巧的 就是可以 黏在就是 心臟在 左邊嘛 偏左 所以我們就是 黏在左 左心 然後跟 因為心臟斜斜的 所以我們就跟心臟是 走的是 垂直的 就有點斜斜的 這樣子 跟心臟走 垂直的 角度這樣黏貼在 然後整個活動過程 就可以 就可以 測你整個心率的變化 然後 這個心率的變化 可以量測你的 交感神經 跟附交感神經 有活性的情況 然後 因為這些儀器 測到 我們後面還要 做很多的 去雜訊 就非常麻煩 然後 因為分析的軟體 要設定 就要 還在跑統計 就非常的麻煩 所以 受測者沒有辦法 直接得到 回饋的訊息 不能直接跟他講說 啊 那現在有沒有放鬆 又怎麼樣 然後就讓社會測者 可以直接回闊訊息 大概是這個 退一點粉黏的 儀器 就可以 馬上那邊 就喊一分鐘 然後 幾乎讀取了 大概一分鐘 兩分鐘 你們可以知道 現在的壓力指數是多少 20 可能 就是還好 對一點點壓力這樣 然後 血壓肌血氧 這大家應該在醫院都看過 對 然後 生理回饋 那一台 就可以兩側比較多 它 20萬 所以它可以量 心率以外 可以量 前額 肌肉肌電子 還有 左右腦波 然後 然後 那一台 那個 大概就是 特障的 心電圖 要分析你的 HRV 對 心律變異器 它有指數非常的多 像醫生可以列一整個表 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 比較會用的大概就是 HFL FF S DMM 這幾個數字 H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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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電圖 對 應該是 類似的東西 就是 你那個要躺在那裡天 不能一邊做什麼 盆栽四邊做 所以 對 那個是比較 呃 比較大台的儀器 然後可能要躺在那裡這樣扯 然後我們這邊是 就是活動方面 攜帶也可以整個活動 整個過程檢測 而且 還有那個後面分析的儀器 對對對 那你可能可以看你有沒有 心率不准 或是怎麼樣的 那個 對 就類似那個 喔 心 那個 那個 比較便宜 可是 欸 那一台 在 在 看 欸 嗯 這個 它是一個主機 它主機 它主機主要就是一個電腦 然後 它就用一個 人家聯繫切那盒 那一個 提的那個 箱子 然後 它主要是那個軟體 就是 這個主要那個軟體 那 那時候 我們就請它盡量十萬塊以下 所以這台是十萬塊 忘記幾萬的 就是十萬塊以下 它主要就是Sensor一個好像 好像 好像四千 四千五 三千五四千五 大概四千多 就是一個Sensor 對 然後 它 因為它改了很多代 因為它這個 是要用 藍牙 藍牙 藍牙結身 它這比較好的 是可以那個 儲存大概一個小時的容量 有些人家活動過程 有些可能 森林步道 它走的時候 可能大家走的不一樣快 然後有的很遠 有的很近 然後 如果你這個主機沒有跟著的話 就他們都收不到 對啊 這個比較好是 它沒有收到的過程 一個小時內 它都會儲存在儀器裡面 要等到訊號點上 它會再傳回 就是主機電腦的別人 對 然後我們現在 也要再買一個活動的腦鋪椅 可是那個就是一次子 這個是你這個Sensor 有幾個都可以測幾個 那腦鋪椅 一台主機只能7台 然後它可以測 你真的活動過程的 腦鋪的變化 可是它沒有儲存的功能 所以那主機就要 隨時跟著 你的受測折這樣子 對 好 再 我講 嗯 就這台生理回饋椅 這個就是可以測那個 這個 這個就測前額肌的肌墊子 然後心力 黏在手上這個 然後測左右腦鋪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顯示出來 最上面就是肌墊子 就是你的前額肌墊子 然後看到有很大的一個 其實就是你搭眼皺眉 好 下課了 好 那我的 就沾眼皺眉都會讓肌墊子上升 然後就是要 你可以去雜訊 那些比較大的干擾的東西去掉 然後下面這彩色的那個就是你的腦波 就是你在腦波的一個電話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去測的時候 有一個太太 我告訴你媽去掉 你去海 我要捏 然後就突然很緊張說 你們這個是像測房機那樣嗎 是不是要測什麼 然後就突然很緊張說 然後我們可能有類似的一個就是測入的心理指標的反應 然後又突然很緊張說 那我不要測 然後就跑掉 然後就 你知道嗎 很像在蹭晃這樣 其實測了也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也不知道你測什麼 所以真的不會知道這些 對 可是因為受測者不要測 當然隨時要中斷這個視野 其實因為涉及人體研究就很麻煩 以前人家就像是植物嘛 就比較好正實的 可能智力也不會來高 就是 現在台灣人體研究審的非常的嚴格 我們這個都要先送研究的民委員會審 雖然我們都沒有侵入性的 沒有紮針也沒有抽選 也都要進行整體委員會的審查 通過我們才可以執行那個計劃 然後腦波就 像在 大家比較常聽到 要把α波波 會不會讓 可以跟偏和 一般來說 alpha波是一個比較好 比較放鬆的狀態 然後現在更進行 有什麼 hi alpha low alpha hi beta low beta 然后说在high alpha跟low beta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如果你在low alpha的话 可能就是会接近于想睡觉的一个状态 所以现在这仪器越来越深 因为这也都越来越 仪器也越来越滚 然后测的可能也越来越细 然后今天你大概刚才讲过 就是这么一根 就是愉悦跟痛苦的有那个显现 然后心率也就刚才说 所以你心脏就没有自閉虚神经的系统的控制 用心脏那个自己放电 你是每一下心脏菜的都一样 所以比如说一分钟心跳六十下 然后就一秒一下一秒一下 可是因为我自閉虚神经 交感神经用自交感神经的一个解抗的觉得 所以在每一下中间 其实会有非常些许的一个变化 然后那个就是心率变异性数 就交感神经比较活化你的心跳 就你紧张他上台就这样 要讲到心跳很快 他就交感神经比较活化 然后就去看一些就收压的景观 就是会付交感神经比较活化 你的心态就不会那么快了 然后血压 这个大家也知道 就是心跳快 血压就很容易就上升 所以是因为交感神经的一个刺激 然后血压的部分 其实这个可能要在海拔 会的活动量很大 那种 会有海拔高度很高 比较容易有显著 但一般血压 大家大概都是95到99之间的90几 比较难有显著的差异 然后就刚才讲的HRV 就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现在目前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活动过程 看到大家的一个心跳的一个数率 从他刚才讲的HRV 就是讲这个 因为没有自律神经的解抗 其实应该是每一下都是一秒一秒一秒 就是每一下都一样 可是因为有那些解抗 所以你每一下会有几毫秒的差异 然后那几毫秒的差异 就可以看出你的交感神经 跟副交感神经的变化 如果你都没有差异 每一下都一样 然后所以那种病人去测到那种 还有可以看胎儿的心跳 就是那种都一样的那种 好像说死亡率是会比较高的 所以也不能说 然后就觉得心力跟心力都心力不整 到底可能那种严重的程度吧 就是还是要有些许的这种心力变异 然后这分析方法也非常的好 大家要看得了 就可以有食欲的分析 大家可以撑那个 那个每一下每一下之间的那个 恩奇跟恩奇的 标准差 sdm那种每个变化 标准差越大就表示你心跳 变息是越大 还有比较常用的是频率的东西 就是高频的hf和lf 然后一般来讲就是hf是比较 代表 副交感神经 然后lf就是又更复杂 它是交感神经的副交 还随便透视调控 所以就是对我们收到电话之后就要做这些后端的分析 其实也蛮跨时间的 然后就是推移电本媒 这个大概比较可以应用的可能是推移电本媒这个仪器吧 就是一台大概 它是日本 日本研发的一个仪器 大概1万块左右 才去日本买可能会比较便宜 因为我们不能直接从日本买 所以就是前面厂商 帮我们从日本点这样子 然后这个市值就是比较耗材 好像说日本大概560块而已 所以我们买很多块要double的价格 然后它这个上面有一个市值的那个 这个是含在舌头下面 好 然后含一分钟 然后再把它插到仪器 然后就调调调 然后它就有数据的呈现 然后就是日本人跟它是说低于30是较有压力 31到45就是少量压力 然后45到60是中度压力 60以上就高度的压力 可是我觉得数值 可能日本人的压力比较大 台湾也可能要调低 因为我们去农场测 可能大家都去农场就去玩 因为一般数值都还蛮偏低的 大部分在10啊 上下3啊5的也很多 对啊 然后目前测到40级的大概就我 对啊 他有去医疗展的时候 因为我测到比较多40级的 因为测展的人也都很辛苦 那时候也有测到四五十的 然后是我们在去那个医疗展的时候 有去展 就我们工业自然馆那边有去展 然后就有一些 对 好 那大概就这样 就是说 嗯 农村景观那个 其实就自然景观那是对人口收集下来 可是农村比那个森林更好地方 就是他比较容易到达 然后在实践中间的弹性的比较高 都比安全性 便利性的比较高 所以在有得到农村去玩呢 农村景观就我们测出来 觉得真的都是有独注于身心的一个放松 对 然后 嗯 就是像可以就促进农村修行业的发展 对 然后景观那部分 就是水景啊 还有些植物的配置 然后开会的景观其实也蛮有效益的 对 然后现在有很爱拍照嘛 就是拍照才开来丢丢丢 还有人员的 员工的教育训练也蛮重要的 像这个区域师老师 你就觉得他员工的教育训练做得很好 那个员工就非常的亲切 然后主动的问你需要什么这样子 像我就是去要去玩然后记忆卡忘了插 然后那个员工也会 就看我不知道在干嘛 非常慌张的 然后他就来 我觉得你说哎 你少了什么 又是怎么样吗 还要这样组的结合记忆卡 然后再把照片出 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啊 我就觉得就是 就是就是比较那个就是正面的训练部分 然后另外我们当然也可以结合农场的特色的产品 然后一些产品的 因为特色很重要 然后农场的机能性也可以发挥 对 这样呢 做一些机能性的人性的review 对 这些就是有找到当然了一些人性 就是像我们的文旦啊 苦瓜 其实这有一些就是健康食品可以讲的一个项目啊 这些也都是有研究报告的 嗯 好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